这个鸡、鸭、猪肉、猪脚 大家看一下 在楼顶烧水 捞鸡跟鸭 猪脚、猪肉 我老公说的 这个过年 火烧得很旺 我老公在烧火 做事情 我就在这里弄多肉 现在我就下去准备 就是要种一些多肉 就是把那些乌木 准备拿出来 我要准备去 准备一些盆子 这些我可能等一下 就是高查大雪了 我觉得也可以种进去 自己种去 然后到正月的时候 我们要去玩 不能在家里 再种这些了 我准备把今天把这些多肉 进行的再种 再来看一下这个火 很好玩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好旺 人生就是这样旺旺 多肉也旺 多肉也旺 多肉就是这一棚 刷刷刷刷的都是生意 好 准备工作了 好 大家好 我是杨姐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镜头里面 都是我换下今天买的盆子 刚才准备一下 总共13下 现在要把它都开出来了 然后我就是自己慢慢开 可不敢叫我老公给我拍视频 太多了 虽然大家没说什么 但是自己都感觉 买的太多了 那开网要看一下我这次买的是哪些盆子 总共13下 我这里看一下我的豆漏 这个这一棚啊 这个白色塑料补膜 分出一下声音非常的大 好 现在把这些盆子都开始好 哇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两个大自然棚 是一型棚 整个45块钱 刚才说了 我不敢让我老公帮我 拍现实了 然后他盆子我在这里拆 一步来给我拍了 败了太多了一点 开三个了 这两个都是一型的 就是大自然的 大自然也好久能买 没事啊 你去做自己 我自己我自己拍 等我我拍完再看一下 好 分身太大了 分身太大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把13箱多肉盆都开出来了 要跟大家检讨了 说不买了 还买了这么多 买了三个小蜜蜂的大盆 准备用来种高茶 大雪跟阿伦培 还有两个大自然棚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 金盆 小蜜蜂的小蜜蜂的小蜜蜂盆 还有卖范式盆 清清色色的都用 刚才也没数一下多少个 十二 二十三个 这是23个 大大小小23个 大家看一下 刚才说了 确实要检讨一下 又买了这么多的 多漏棚 今天的开箱结束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喜欢的可以收藏 拜拜